为什么说晋王的母亲堪称女版的梅长苏 看完以后不得不服 你听说了吗 下个月南楚那边要过来一个求亲使团呢 晋平心中思量 便管整个大梁皇室并无失灵的公主 莫不是 果然惠妃透露 对方正是要嫁公主 而且有迹象表明 陛下会在咱们的几个不受宠的皇子之间 选一个娶了公主 惠妃抱怨 这个帝国公主听说口碑不咋地 要是娶了她往后还能安生吗 晋平的脑子转得飞快 相比儿子的婚宴幸福 她更在乎的是前途 帝国公主嫁过来是一定要做郑王妃的 将来随着皇子登基 郑王妃是要母仪天下的 可是问大梁皇帝又岂能容忍 自己百年之后 由一个帝国公主做皇后呢 所以一旦娶了帝国公主 就意味着这个皇子与皇位彻底无缘了 因此如何让这个桃花蕴 不落到自家儿子身上 就成了眼下的当务之计 惠妃急得团团转 那皇帝的心思 其实我等可以左右的 晋平却微微一笑 心中已然有了主意 当天晚上 他却派人通知儿子 待到夜半时分 晋王便通过密道 悄悄来到苏宅 向梅长苏寻求破解之法 楚人最请战谱之术 定清之前 必定会找太常太普 先和八字 晋王又惊又喜 惊的是母亲的说法 竟能和梅长苏一致 喜的是如果八字不合 就算父皇选中自己 楚人也不会同意 可问题是 万一自己的八字 和楚国公主是何的呢 晋王这话刚要出口 却又突然觉得 没有问的必要了 因为梅长苏的表情 分明是在暗示他 太常里也有自己的人 见梅长苏没有否认 晋王不由的怀疑 梅长苏入京是有备而来 他舍弃豫王和太子这捷径 转而辅佐不受宠的自己 理由绝不是他之前说的 显得麒麟才子 更有本事 将来得到更大的回报 为什么不呢 那庭生呢 先生与庭生素未谋命 却一见面就如此关爱 这又作何解释 见梅长苏不承认 晋王的疑心更重了 你是不是真是我慌张兄 这是晋王最接近真相的一次 梅长苏心中一酸 不由地浮想起 他和晋王萧景言情同手足 追随齐王的脚步 指点江山的快活日子 他好想告诉好兄弟 自己就是当年的小叔 可他不能 为了让景言能够一心一意的夺敌 有朝一日为亡死的 七万赤院冤魂平冤昭雪 他不能 也不愿意干扰景言 一切的阴鬼恶毒 就让他这个骨髓里都是毒的人 独自承受罢 所以他找了个理由 把晋王哄骗过去 可他并不知道 晋王没有继续追问 并非完全信他 只要不影响他夺敌 有朝一日查明 黄长兄惨死的真相 其他的他都可以 暂时不去深究罢了 另一边 因为司法法那案子 太子囚禁在归甲宫 失去了彻主的御王 开始一家独大 其风头相比当时的太子 又过之而无不及 朝局的严重失衡 让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 忧心忡忡 以至于本就多疑的他 连身边的人 也开始不信任起来 他试探性的问蒙志 你听没听到 有个传言 说朕 很快就要废掉太子 策立御王了 你怎么看 蒙娜统领心中意紧 小心翼翼地回道 太子乃国之储君 哪里像外面说的那样 轻易费力的 我听听也就罢了 从来没有多想 见蒙志不倾向太子 梁帝又问 你觉得御王 是不是更加像朕 臣没觉得 太子跟陛下 也很像的 蒙志的回答 让梁帝很满意 他就喜欢这种 两边都不靠的人 吹马一声老狐狸 就让蒙志退下了 自己则去后花园 散散心去了 可他哪里知道 蒙志刚一出宫 就直奔靖王的 炎武场去了 这一回 他要强行入火了 殿下 蒙大统领发现了密室 这事情就要外露 靖王急匆匆赶回 却发现 本该在外室拿工的 蒙大统领 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跑到了内室 心虚的他 正要怪罪 蒙大统领不懂规矩 不料反备 将了一句 他那里也有一间 像你这样的密室 布局机关跟你这个 大致相仿 蒙大统领索性挑明 梅长苏的宅子 是自己帮忙挑选的 和靖王府看起来 隔着两条街那么远 其实后门只有一墙之隔 如今他那里也有一个 和你这里一样的密室 这难道是巧合吗 靖王表面镇定 心里就慌得要死 要知道蒙大统领 可是父皇身边 最其中的武将 万一把此事捅了上去 之前的努力 可就前功尽弃了 想到这里 他汗流浃背 但他更知道欲盖弥障 所以他既不承认 也不否定 而是反过来 置卫蒙志 我好心邀你赏功 你却别有用心 你这人实在不厚道 蒙志并不解释 反而直接问他 殿下是否已经开始 参与夺敌 靖王的脸拉得更长了 事已至此 就算自己再否认 相比蒙志也不相信了 男子汉大丈夫 敢作敢当 死就死了 怎料蒙志话锋一转 如果是 我蒙志愿意鼎力相助 没听错吧 靖王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的耳朵 正义一向保持中立 曾不参与党争 才被父皇弃中的 蒙大统领 竟然直接向他表白 这让他如何肯信 他那种怀疑的目光 盯得蒙志心里发虚 但还是故作凛然斗 或许是梅长苏 选中了你 让我觉得你胜算更大 或许是我 赤远君临那些枉死的老朋友 在天之灵更希望我能跟着你吧 这话算是说到了靖王的心坎里 他不贪恋权势 之所以参与夺敌 不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军临天下 还齐王哥哥和赤远君一个清白吗 有了手握五万禁军 保卫荆棘重地的大统领力相助 夺敌之路岂不是又多了一份胜算 于是他卸下了防备 接下来 蒙大统领把当年 赤远君遗案的惨烈 以及种种一点 一五一十的讲给靖王 使得他夺敌之心 从此更加坚定了 你可愿意追随 无论成败 生死不负 蒙大统领强行入伙 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 跟随梅长苏走密道 去靖王府一游了 有人说 这是蒙大统领在本剧中 为数不多的智商在线的时刻 可事实上 这一次在线的 依然不是他的智商 而是梅长苏的谋划 梅长苏先是暗示靖王 要他多帮帮蒙大统领 尽可能地争取他 因为除夕夜 自杀禁军一案后 皇帝对蒙大统领的信任 已经不如往事了 最明显的莫过于 一下子换掉了 他的两个副统领 靖王便趁着这个机会 把两个副统领 安置到自己的军营 蒙大统领的演武场谢恩时 顺势提到了想欣赏靖王 缴获的北离应攻 靖王爽快地让战英 去书房把功带过来 却遭到蒙大统领的反对 这边这么多人 要是把功拿出来 雾免会为他们 要求演练一番 靖王一想也是 便要亲自带蒙大统领 去书房欣赏 又被蒙大统领否定了 这是一会儿的功夫 让战英陪我去吧 一到了书房 蒙大统领就按照 梅长苏事先的交代 很快就找到了机关 接着便有了 本段开头的那一幕 各位看官老爷们 拜托帮忙点赞转发 我是刀刀 咱们下回再说